对于那些为你带来喜悦 而且你深深喜爱的有用之物 从不最重要的开始 提醒自己 它们的本质是什么 例如 如果你特别喜爱某支桃杯 提醒自己 你喜欢的不过是寻常桃杯 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支 如此一来 你喜爱的那支杯子若是破了 你便不会为此烦恼 当你亲吻妻儿时 提醒自己 你所吻的不过是凡人 如此一来 他们若是离世 你便不会为之所苦 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宇雄的频道 一起来聊哲学生死与人性 这是2022年的第一部影片 今天要来介绍一本 前一阵子出版之后 就让我爱不释手的小书 作者是2000年前古罗马的一位 奴隶哲学家 他的语录在2000年后的今天 终于被翻成中文 在台湾出版了 书名是 为你的心定毛 古罗马哲学家的 50个 静心生活哲思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作者 艾比克泰德 据推测生于西元55年 足于西元135年 出生地在今天的土耳其 幼年的时候呢 就被贩卖到罗马做奴隶 在他做奴隶的期间 受了很严重的伤 从此就有一只脚 不良于行 后来他为当时的罗马皇帝 尼路的书记 做奴仆 因此有机位获准 向当时的一位 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 学习哲学 最后也恢复了自有之身 而他也成为了 晚期斯多亚学派的 三位代表之一 分别是 罗马皇帝奥迪流士 罗马的大臣 塞内卡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罗马的奴隶 艾比克泰德 那这本书 为你的心定毛 是艾比克 是艾比克 我接下来可不可以 检查艾比就好 比较亲近一点 是艾比的学生 所记录的语录 在西元125年左右的时候 出版 叫做手册 又称为 伦理学袖珍 所以这本书的篇幅 是很精简的 像我手上的综艺本 八十页不到 真的很适合收藏 随手 翻来阅读 读个一段 都会有所收获 或是被呛到痛哭流涕 比方说 英国近代的哲学家 边庆就说过 有一次我去外地迷了路 并且饿了 就坐下来 休息了两个小时 随手从口袋中 掏出艾比克泰德的 《伦理学袖珍》一书 把它当做晚餐 那这本书 是怎么让人饱餐一顿 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就像一艘船 航行在名为人生的大海上 靠了岸 定了毛呢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艾比她给了我们 怎么样的人生建议 艾比认为 天底下的事物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可以完全掌控的 以及我不能完全掌控的 我可以完全掌控的 就是我选择的能力 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而我不能掌控的 就是外在的一切 像是财富 权位 名誉 饮食 身体等等 这些外在的事物 都是有所依赖的 甚至是受制于人的 比方说 如果渴望金钱 那别人就可以用金钱来诱惑我 我爱慕权力 别人就可以用权力来摆弄我 我贪图美食 别人就可以用食物来控制我 如果我认为我的自由与幸福 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事物上 那就完了 我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爱比就说 你若只专注于自己能掌控的事物 他人拥有什么与你无关 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对你造成胁迫或牵制 无人能伤害你 你也不会树敌 不会因而受伤害 你必须彻底放弃那些不可控的 想把握住那些可掌控的 同时却又想握有才示 你最终将落得两头空 更遑论得到幸福与自由 因为幸福和自由与否 乃取决于可控的事物 对于手边的物质够用就好 对于自己的名声听听就好 不要把这些当真 当作自我的一部分 拥有这些外在的事物 都只是暂时的 当你把这些拉入到自我的疆界之内 你就会受制于人 换句话说 就不在自由 而是个奴隶 也不可能获得幸福 自我的疆界这个概念 是取自一位叫做 Daniel Russell 的学者的观点 他认为 这就是爱比的幸福观 如此独特的关键 关键就在于 你把什么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你把什么放入了自我的疆界 而在爱比看来 自我的疆界之内 就是我选择的能力 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这是他认为 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事物 所以物质上的缺乏 他身体上的不足 并不会阻碍一个人的自由 也就是不会影响人自主选择的能力 别忘了爱比他自己也是奴隶出身 还裹了一只脚 不论好运坏运 你永远可以决定看待这些事物的方式 看待遭遇的方式 包含死亡 比方他说 让人受老的往往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人自己对事物抱持的原则和认知 例如 死亡并不可怕 否则苏格拉底在临死之际 必然会惊慌 世人对死亡的恐惧 其实是在于对 死亡是可怕的 的认知概念 他还说 别说我失去了 而该说 我归还了 你的孩子夭折了 其实他回归了 你的妻子过世了 他也是回归了 你的巫舍被人夺走了 这不也像是你将之归还了吗 可是夺走我房子的是恶人啊 当初给予你的人 如今让谁来夺走你的房子 真有那么重要吗 在你拥有时 好好照顾它 但末世之为 你能永久拥有的财物 当自己是旅人 而你的屋宅 不过是旅店 好 你可能会问 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别人占我大物夺我田 我难道不能去法院 讨回我的财产吗 我想艾比也不会说 你不应该采取法律途径 而是强调 你可以决定 如何看待你的财产 看待你的遭遇 这至少可以为自己的心 找回一些瓶颈 而他自己早年当奴隶 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 他又能够找谁去伸张正义呢 题外话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古代 和艾比的人生观 最相似的就是庄子了 还有呛然的程度也是 庄子里有一句说 天之声事始独野 那艾比会将他只能够独角行走的事实 当作是自然的 还是人为的呢 但这集就先不离题了 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们不只要知道这些外界的事物 会让我们的自由与幸福变得脆弱 也要有所自觉 关照自己的内心才行 他说 最后 如果我们频道的观众 对哲学有些兴趣 甚至想要把爱好智慧 当作你一生的志业 但却觉得好像找不到知音 或是身边找不到支持认可 那你或许可以听听看 艾比他给了什么样的建议哦 你若是诚心想亲近哲学 就要做好 打从一开始 就会遭众人善效的准备 这样一下子就成了个哲学家了呢 哟你瞧哦 他的眼神和姿态可高了 此时 或许这段话也体现了他早年 身为奴隶时学习哲学的经验吧 可想而知 他其他的奴隶同事们 会如何看待这个连走路都不太方便 被卖到罗马来 还笑想想要学哲学的 年轻奴隶小伙子呢 就像庄子里面 小麻雀嘲笑大红鸟那样 如果你有不凡的志向 就不要和其他人一般见识 把他们的言语放在心上 否则那就是将你的心 交给了外在事物掌控对吧 说实话 爱好智慧这件事 跟你的生理结构 社会身份 或者是种种的物质条件 没有绝对的关系 爱比他在2000年前就证明了这件事 奴隶出身 也可以学哲学 教哲学 成为引领人们 获得幸福的哲学家 但成为哲学家 也是要有所付出的哦 像是爱比他认为 你必须专心 劳动 克制欲望 必见熟人 忍受家仆 对你的鄙视 和他人的善效 接受自己的官职 和名誉等成就 都不如他人 这些状况 你若是都已考虑周全 而且也能够放下 而不留恋 那么 你就是拥有一颗 追求淡漠 自由 和宁静的心 如果不然 那就别再继续 别像小孩子 扮家家酒那样 一会儿要当哲学家 接着又换当政治家 随后改当熊变者 最后还想当凯撒的官员 这些追求 根本前后不一 不论好坏 你只能择一 你必须培养自己 内在或外在的掌控能力 让自己投入 内在或外在的事物 也就是说 你要嘛是个责人 要嘛是个凡夫 介绍到这边 大家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呢 还有好多经典的语录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但是这本书的篇幅真的很短 所以不能再分享了 请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直接购买 它的单价也才150元而已 当然 这不是业配 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所以介绍给大家 老样子 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按赞订阅和分享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